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 2016年以来 受中共中央委托 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一个党派中央对应一个重点贫困省区 1.5年贯穿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始终 作为中国八个参政党之一 中国民主同盟对口河南省 承担起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的工作 民盟中央副主席龙庄伟 近日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指出 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共克时间 共担风雨 在此系列工作中深入农村基层 面对面交流 并不断协调教育、医疗、文化资源 与社会服务与民主监督之中 河南虽然和西部地区比 它的基本条件要好一些 在贫困程度上说 那种深度贫困不是很多 但是也有些地方老百姓 因为各种人因病 或者是因孩子上学等等 造成家庭生活一些困难 那么民盟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对抗 河南的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 我们不断地充实人力 加大调研密度 先后组织调研40多次 深入320多个村、社区 走访贫困户2300多户 与地方领导干部商量座谈 提出各种建议300余条 足迹遍布了河南省的52个贫困县 和部分非贫困县 工作中 民盟在河南10个贫困县中 选择26个贫困村作为观测点 长期跟踪 持续记录贫困户收入增长情况 和这些村的发展变化 在调研过程中增加暗访环节 不通知地方 没有当地干部陪同的情况下 联系租车 导航到贫困村 深入田津地头 贫困户家中详细了解情况 我们要通过看它现实情况 来反映它的工作状况 那么我们下去调研了解情况 我们比较超多 我们经常下去到村里边去 我们是采取不打招呼 不定地点随机的这种考察 随机的看 可以看到很多真实情况 从这真实情况又能反映出 河南省脱贫困县的工作 做得比较扎实 在卢正伟看来 脱贫空间民主监督工作中 民主党派不仅是监督者 更是参与者 为此 民盟中央不断发挥智力密集优势 发挥党派优势 协调教育 医疗 文化资源 与社会服务于民主监督之中 为河南脱贫空间 做了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民主监督 我们既是监督 也是共同来参与这项伟大的工程 民盟中央携手西蒙子医疗 在内黄范县等地 开展了医疗扶贫的守护天使工程 为河南20所民盟的烛光小学 引进了双式课堂 组织小学校长走出去 参加校长培训 扎实推进蒙动中原 助力脱贫空间行动计划 等等一些扶贫工作 龙庄伟说 无论是直接付出 还是提供决策建议 无论是脱贫空间民主监督 还是抗击疫情 民盟始终紧紧围绕 国家重大战略 工作细致 深入 持久 民主党派参与执政党的 这样一项伟大工程 我觉得作为民主党派自身的建设 政治建设 组织建设等等 都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我觉得这个是 是在以后还可以继续发扬的 据了解 截至近年二月底 在有着予以一亿人口的 中国人口大省河南 53个贫困县已全部实现脱贫摘 累计实现651.1万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9484个贫困村退出 农庄委表示 民盟中央将继续做好 脱贫攻坚收官阶段的民主监督 抓好脱贫质量 成果巩固 和长效机制建立等一些关键性问题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帮助河南省彻底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